今天小编要教大家制作一款懒人米饭做法 不需要炒菜炒肉 而且大人小孩都爱吃 跟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我们将一杯白米将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我们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将它浸泡一会 接下来我们将萝卜去皮将它切丁 放入一个碗里备用 将洗净的马铃薯去皮 将马铃薯切丁 放入一个碗中 倒入适量的盐水将它浸泡避免氧化 接下来将新鲜的香菇切片 放入一个碗中备用 再来将腊肠切丁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开火将它热油锅 油锅温热以后我们加入腊肠将它爆炒 爆炒一会后 接下来我们加入其他食材 一起翻炒 接下来我们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适量的胡椒粉 以及适量的食盐 将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我们加入一碗清水 开大火将它煮沸 水煮沸后我们即可关火 将它倒入电饭锅中 接下来将浸泡好的白米加入锅中 将它铺平 再加入一颗鸡蛋 加入适量的大蒜片 盖上盖子 开启煮饭功能即可 时间到后不要马上打开 让它再焖10分钟 这样煮出来的米饭会更香 接下来我们将它搅拌一会 即可盖入一个盘中 撒上适量的白芝麻 香喷喷的电饭锅食谱就完成了 一碗米饭营养却很全面 做法非常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成功制作 今天就来试一试吧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分享这个视频哦 谢谢大家